约翰尼德普名声不好的点击交易经纪人 故事的开始源于一本神秘的名叫第九道门的书 据说该书源于撒旦 十七世纪有人重新写成 世间尽存三本 其中一本的主人在自杀前把书卖给了一名爱好收藏的教授 德普是一名专门从事珍贵点击交易的经纪人 他常常为富有的收藏家们提供重要的收藏线索 当这位爱好收藏的教授开出大笔钱来雇佣德普 截起这三本书并判断书的真问时 德普接下了这个任务 教授已经拿到了其中的一本 另外两本中的一本在葡萄牙的法格尔手里 一本在一名法国收藏家手里 首先德普拿着第一本找到了书的前主人的妻子 没想到这位寡居妻子竟然想再买回去 无奈的德普找到朋友商量对策 没想到不久之后朋友竟突然死亡 并且死亡方式与德普手中梳理的一幅插图一样 坏哥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德普还是决定继续寻找另外两本进行比对 这时的德普居然遭遇尖杀 却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美女赛尼耶 实时跟随德普 必要时挽救德普一命 然而德普却并不知道赛尼耶的身份 德普开始了对另外两本书的追查 既经辗转 最终德普还是集齐了三本书 然而在此期间 相关人员都相继死去 所有人的死亡方式都与书中的插图相符合 并且就让德普遭遇到的几次意外 都暗合了插图的含义 如此诡异 吓死本宝宝了 德普对这套书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德普将书中的插图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 也想找出通往撒旦的方式 然而教授找到了德普 成功拿回三本书 而不甘心的德普终于在插图中 找到了蛛丝马迹 并得到了一家书店的老板两兄弟的支点 找到了去往恶魔之门的道路 当德普找到废弃的城堡时 亲眼目睹的教授自焚的场面 也是满拼的 德普在城堡的外面看着燃烧的城堡 这时塞尼耶骑着一头怪兽 吃露的身体来到了德普的面前 于是德普与塞尼耶在燃烧的城堡前一番云雨 这画面又应对了书中的第九幅插图 之后德普正式成为了一名恶魔 走进了恶魔之门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